今天讲的话题是创意的中国人 很多人认为创意是欧美人的强项 有些人认为日本人也很有创意 其实我认为 最有创意的人 应该是香港人和中国人 应该是世界级的创意人 龙是中国人的象征 我们都叫自己做龙的传人 龙非常之威猛 可以飞龙九天 也可以潜藏深海 上天下地任我藏 龙其实是一种虚拟的动物 是一种陶藤 有很多不同动物的一个混合体 龙的角 好像鹿 龙的鼻歌好像猪 龙的嘴好像鳄鱼 龙的竹桑好像虾 龙身上有龙 亦有些词语 它的爪就像鹰 所以龙是具备了 海陆空三样 动物的特征 所以 有很多 优点 有很多创造 中国人怎样努力呢 其实古代的四大发明 包括了 指南针 火药 印刷术 都是文明世界的 影响深远 中国以龙立国 对于天文地理 是非常熟悉的 我们古代 是有一本很厉害的 经典 就是《易经》 《易经》 其实可以说 叫做《The Book of Change》 就是我们看着 天地的变化 人相迎的变化 配合了天时 地理人和 《易经》本书 有很多重要的人物 是编写的 有福气士 周文王 周公弹 甚至是孔子 集合多人的智慧 《易经》也引致 有很多不同的 我们叫做Application 太极团 中医 风水 命理 它的原理都是由两个开始 阴和阳 而现在电脑的《易经》制 其实都 取材着这个想法 还有我们生物科技DNA 都是由 两个不同的验识体 基因 去褪变而成 所以我们古代的人 很快就已经掌握到 《易经》制的想法 所以 我们的文化 其实是相当厉害的 千万不要妄视匪博 觉得 中国人或香港人 缺乏创意 这是一个 很大的错误 今天我们讲的话题 是创意的中国人 是 一本 无 余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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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